大家好,我杨风 乌克兰于8月6号向俄罗斯国土境内发动骑袭 据说,数千名乌克兰精兵从边境深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连破俄军受到防线 成功进入该州与俄军对峙 乌军这次的骑袭,出乎了俄军意料之外 也造成俄罗斯不少的麻烦 只不过,库尔斯克有个核电站 乌克兰次举是要干嘛呢? 乌军成功起洗后,美国立即重生 乌克兰有权使用美国提供的军事武器装备 打击俄罗斯境内 这情况就不简单了 乌克兰这一次的行动背后有什么战略目标呢? 俄军为什么如此不济? 拜登政府是否安排了更进一步的行动呢? 乌克兰这次的打击行动 是从2022年9月初以来 最为成功的一次军事反击行动 扭转了将近两年的颓势 虽然还没有完全占领库尔斯克 但是已经提振了乌克兰军队的士气 此外,也带给美国和北约国家一些信心 总算这两年对乌克兰的持续的军事援助 没有完全白费 看到了一些成果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两年来第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单 首先,乌克兰这次的军事行动 肯定是一次精心的策划 单凭乌克兰本身是做不到的 可以断定 这是美国在背后为乌克兰谋划一次 成功的反击 让乌克兰、北约和美国拿回一点面子 不至于在乌克兰战场上一败涂地 这一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 不至于因为乌克兰在战场上屡屡势力 成为竞争对手特朗普攻击的标靶 这对民主党对哈里斯太重要了 甚至其重要性还超过了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只是一个棋子 基本上没他什么事 他没有决定权 第二点 从乌军进攻的模式与装备来看 乌军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 具备了高机动性 加上无论机和炮兵火力资源 因而得以连破俄军的防线 迅速侵入俄罗斯境内 相对的 俄罗斯防军就拉垮了多 照道理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 俄罗斯的兵员又比乌克兰多 怎么会在边境地区的防守这么不济世呢? 这说不过去 尤其是在敌情政策 情报收集方面 两年半来 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善 之所以说 俄罗斯军队拉垮 还有一个原因 从8月6日到现在 一个星期了 但俄罗斯方面 只是宣称 俄军将会取得胜利 并没有说已经击退了乌军 更别说 歼灭了入侵的乌军 到目前为止 双方的战斗还在持续 说难听一点 这是自二次大战结束后 俄罗斯境内遭遇最大规模的入侵 而且 入侵者不是美国或北约 而是被俄罗斯瞧不上眼的乌克兰军队 这就难怪日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第二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中 面色显得凝重 其实 俄罗斯拥有数种型号的 大型运输机 1276 安124 安22 1296等 足以运送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 包括了重型武器和军事人员 据资料 俄罗斯拥有约12架的安124 和100多架的伊尔76 战术运输机方面 有安12 安16和图140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乌军此次的行动 总计有1000多人的兵员 但是 依照西方军事人员的说法 乌军有上万人的部队 参与了此次的行动 这差距颇大 如果乌军 乌军只是迁余人 没有理由 俄罗斯不能够在短期之内 击退乌军 如果 俄罗斯没有办法 在极短的时间内 调动装备人员 送往库尔斯克战区 起码 可以派遣轰炸机 无人机 或是发射导弹 轰炸乌克兰在其境内的 军队和军事装备 乌军此番前来 有不少的重装备 如果 俄罗斯能够 及时地收得情报 你当然能够 对侵入的乌军 大肆轰炸 但 这两者都还没有进行 前两日 俄罗斯还在调动部队和装备 三 为什么乌军选择 库尔斯克这个地点 作为反击呢? 库尔斯克有个核电站 这是俄罗斯忌惮的地方 不容许有任何的差池 万一核电站出了状况 对俄罗斯来说 铁电是个灾难 因此 乌军等于是 供俄罗斯不得不防 却又忌惮的地点 而此地点又临近乌克兰的边境 这就是乌军 或是说 美军在乌军背后策划 指点的作战亮点 打得俄罗斯军队防军措手不及 是 这里就产生一个疑惑 乌克兰进攻具有核电站的库尔斯克地区 其真实目的在哪里呢? 是要击毁核电站 引发俄罗斯境内的大灾难 由于出现大片面积的核污染 迫使俄军停下临近该州的军事部署 因而 得以扭转在哈尔科夫等地的局势吗? 此外 乌军入侵该地区成功 由于核电站的缘故 俄罗斯军队将被迫分散兵力 防守核电站 避免被乌军占领或遭受战争的破坏 防止大规模的核灾 毕竟之前 出现过波罗的海 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砸 地灭薄荷上的卡霍夫卡水坝 破坏世界 当乌军撒红了眼 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乌军的入侵 能够让俄罗斯如此忌惮 紧张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 我们看 乌军这次的突袭成功 能够带给乌克兰 北约和美国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要只是分析现状 还要往后看 看未来局势的发展 先要确认的是 乌军不仅仅只是 寄望一次突袭成功 肯定还会有后手 既保持战果 否则 只是进攻俄罗斯 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 却不能够守住战果 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目标 那只是 逆施的袭击 一次战术上的成功 没有多大意义 也扭转不了局势 一旦俄罗斯调动部队完毕 集结了大军 很可能会重演 2002年9月 乌克兰军队虽然发动了大反攻 号称从俄罗斯军队手里夺回了 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但也只是 维持了两个星期的盛势 最后又败退下来 而且败得更惨 可以说那一次乌军大反攻 只是赚得了盛势 赢得一次国际上的宣传 最终是灰头土脸 原因就是 美国高估了乌克兰军队的战力 低估了俄罗斯军队扭转局势的能力 当然 俄罗斯军队之所以能够 在那一次成功击队乌军的反攻 并且还在往后 取得对乌军重大军事优势 在往后一年多的战事上 节节胜利 背后还有伊朗协助提供 俄罗斯攻击无人机 以及中国的经贸支持 这方面就不再赘述了 据媒体报道 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战军的面积达到300多平方公里 乌军方面宣称 战领区达到了1000平方公里 显然是2002年9月大反攻重演 不得不说 乌克兰骑袭相当成功 美方在背后的谋划也相当出色 但是 后招呢? 显然 乌克兰不会满足于一次的骑袭 而是希望扩大战果 因此 才会想要在初级扩大占领区 扩大据点 照这样的趋势 不排除乌克兰会在往后往该地区征兵 以保持战果 但 就算如此 乌军也难以保证 在一段时日后 不会遭受俄罗斯军队击退 这里就存在两种解释 一 乌克兰想要在此地和俄罗斯军队长期对峙 这是在九战不利后 寻找新的对策 新的战法 希望能够对战事不利有所突破 那么 库尔斯克就是乌军的突破口 二 就算无法保持战果 造成长期对峙的局面 至少能够迫使俄罗斯分散兵力 扩大防区 此举能够助力乌克兰军队喘口气 不至于在几个月内 遭受俄罗斯军队再次的重大打击 如此 那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另一种形式的违未就造 以游击运动战的方式 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谁叫俄罗斯军队的情报征收 和部队的机动性不够呢? 要能够在往后征兵 投入更多的部队 需要再发动攻击的初期 取得成果 这方面 乌克兰这一次算是成功了 另一方面 如果乌克兰能够在库尔斯克 守住几个月 例如 守到11月中旋 一直撑到11月5日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后 那就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算三日子 从8月6日到11月6日 美国大选的投票次日 总继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 也不短 就看俄乌双方的能耐了 那么乌克兰军队有这个能耐吗? 不好说 按照2022年9月 乌克兰那一次的大反攻经验 乌克兰军队撑不住的 那一次连一个月都撑不住了 更何况是现在呢? 不过 美国这边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次的机会 要不 也不会规划乌克兰 这次向俄罗斯境内的突袭行动 而且 看来乌军也不打算 只是一次的突袭 而是在此区域 不妨 坚守阵地 和俄罗斯军队对峙一段时日的打算 美国可以发动北约国家 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事实上 在这之前 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 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日子 包括先进的F-16战机和重型武器 更重要的一点 就算乌军在库尔斯克被俄军击退 但乌克兰获得缓冲的时间 在这段期间内 乌军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不防 向俄罗斯军队进行机动打击 而北约也可以趁此时机 更方便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武器的援助 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个地步 俄罗斯会在11月5号之前 出现四处烽火 疲于奔命的现象 那么 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泽连斯基也将能够向拜登政府交代 使得乌克兰战士 不至于拖哈里斯的后退 为了大选 拜登政府可以不惜一切 不畏切 尽可能地拖住股市 乌克兰战场方面 当然也会使足全力 这一点不用怀疑 至于俄罗斯是否能够 在三个月内成功击退乌军 那就要看 俄罗斯军队的调派能力 和作战的部数 我不怀疑 当时间久了 会如俄罗斯所宣称的 俄军将会取得胜利 但是 在美国和乌克兰忧备而来的情况下 而且又是极力争取在美国大选之前 保持战果 恐怕这一次 俄罗斯得要花上相当的精力 也就是说 俄罗斯军队再次暴露了缺点之下 需要好好地规划 因为美国和乌克兰这一边肯定会有后招 有可能会征兵 或是再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另辟战场 不论是新的战场 是在俄罗斯国土或是乌克兰境内 事已 俄罗斯不能只是调动大军 以围剿库尔士哥的乌军 而是需要做更全盘的规划 否则将会处于被动 当然 俄罗斯如果能够寻求他国的协助会更好 毕竟俄罗斯以一国之力 对抗乌克兰背后的美国和北约集团 会相当的吃力 大国博弈除了实力外 还要讲战略、讲谋略 俄罗斯对乌军这一次的突袭 需要有多一点的体论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平安 感谢观看